大家好,今天是二月九号星期三 又是周选择权的结算 今天结算是2月2W 也就是第二月第二周的标的 好,那等一下我们周选择权的做法 再来做一个交代 我们先讲股票 这个大盘基本上从开红盘第一天 你可以看到2月7号开盘就往上走 一路收盘涨了两百多点 相对的,昨天虽然留着长长的下影线 可是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现货依然过着高 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答案就很简单 这个大盘就是一个多头的态势 这中间虽然在涨的过程当中 难免遇到压力,难免遇到震荡 甚至有人说量不够大 这就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个大盘呢 它有一个关键价 这个关键价呢 没有人看得出来 只有周董看得出来 也就是呢 在1月14号之前的K线 看一下 1月14号 1月14号 好,这一天 这一天呢 周董就直接告诉你 我说呢 答案就在呢 18255这个点 这个点位呢 绝对不能够被跌破 了解吗? 这个点位呢 如果被跌破的话呢 相对的 空头呢 会胜出 这个点位 我们呢 在1月14号就提早告诉大家 为了就是让你知道 台湾股市呢 有一个很奥妙的 一个态势 也就是没有人呢 知道台湾股市怎么走 只有周董知道 怎么知道的? 答案很简单 关键价 因为呢 台湾股市啊 你要记得 它的秘密呢 没有人看得穿 对不对? 全市场 全台湾 全世界 只有周董看得穿 因为呢 我发明了关键价 这个关键价呢 是台湾股市 它必须遵守的 一个纪律 一个价格 你一定会觉得很好奇 怎么有可能 怎么有可能 周董告诉你 它不但有可能 它已经被我验证了六年之久 六年之久 也就是呢 这个关键价呢 自从我发明过后呢 我已经验证了 99.99%的胜率 每一次都准 每一次都对 那为什么呢? 答案呢 就在外资啊 你要相信 它是呢 台湾股市呢 唯一的做手 也就是外资呢 想要赚钱的方向 你必须做跟随 而呢 外资呢 它无时无刻的 都在做变化 可是呢 这个变化呢 有留下一个痕迹 也就是呢 它不像一般散户 一般散户呢 太情绪化 太随性 散户今天买进去 套牢了就不卖 涨一块就卖掉 你有没有看到 散户没有策略 很随性 而且都乱做 套牢就不卖 赚一块就卖掉 你想想看 套牢就不卖 赚一块就卖掉 你是不是呢 好股票 常常卖非掉 赚一块就卖掉嘛 因为你怕没赚嘛 然后呢 套牢就不卖 你是不是呢 每一次都抱着烂股票 一路越套越深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赚一块就卖 抱不到好股票 套牢就不卖 永远拥有的是烂股票 你怎么跟外资拼 所以外资呢 他跟散户不一样 他是有策略的 有策略是怎样 他知道呢 哪边是高点 他即将做空 所以呢 拼命呢 在布空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八二五一跌破的时候 直接呢 大盘天天往下撞错 这就是关键价 也就是呢 外资掌控台湾股市 他是有目的的天天赚钱 而这个目的呢 被我们关键价锁得紧紧的 关键价之上嘛 外资就是想做多 关键价之下 外资就是天天做空 所以呢 当一八二五跌破的时候呢 一路呢 我们BuyPort 最多还赚十亿倍 好 那回过头来 我现在跟你讲 最新的关键价 最新的关键价呢 就是一万八千点 好 那一万八千点怎么看的 答案简单嘛 在二月七号的时候呢 大盘呢 是不是往上冲 涨到了一七九零零 好 第一个长红 叫做止跌 好 止跌呢 是什么意思 跌很久了 跌很深了 对不对 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七点 已经跌很久 跌很深了 跌一千点吧 对不对 终于止跌了 长红止跌 而且还带量 长红带量止跌 那止跌呢 是难道 就这样一帆丰收吗 没有 一定要占上关键价 关键价 最关键的 叫一万八千点 那为什么呢 不是一万七千九 而是一万八 因为答案简单 去年呢 如果你对盘市啊 记录的相当清楚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一七七零零零 摸到以后 跌两千五百五十点 掉到了一五一五九 接着呢 一样哦 还没有加零哦 还在呢 疫情扩大当中 竟然涨到了一八零三四 好了 涨到了一八零三四呢 你以为呢 就这样一帆风顺了 没有 跌到一六一六二 对不对 又大跌了将近快两千点 好 那接下来呢 有没有过一八零三四 有 过一八零三四 还到了一八六一七 那相对的 来到了这样的点位呢 代表什么 去年的一万八千点 被突破了 去年被突破的叫天花板 今年一万八就要变地板 而呢 昨天有没有突破 今天有没有突破 有突破 有突破很简单 一万八千点 就是现在最新的关键价 只要一万八千点站稳 主流股必然 每一天都领导大盘往上走 指数呢 虽然不会天天大涨 可是呢 主流会涨不停 主流在哪里 主流答案也很简单 主流在 有价有量 有涨幅的个股上面 好 那这个呢 有价有量呢 你要记得 有价有量呢 一定要非常的有特色 什么叫非常的有特色 也就是呢 它的量啊 刚开始不能太大 可是呢 后面呢 可以慢慢地加温 就像呢 2618的长荣豪 这样子呢 态势 有没有 过去的量 最大 最大是在 70万张 70万张的量呢 相对的 现在呢 还没有看到 还安全 然后呢 等到呢 过了 过去 高点 它的高点呢 其实呢 在去年的12月了 12月 10号 30.55 30.55的高点呢 要突破的时候呢 我希望呢 它的量也不要太大 不要超过70万张 好 那很简单的 这样有没有量 有量嘛 有价有量 而且还有族群性 什么叫族群性 最起码有两台飞机在飞嘛 对不对 2618长荣航 还有一个2610 华航 了解吗 还有2610华航 那相对的 华航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也慢慢的跟着长荣航在走 好 那剩下呢 还有个2603 长荣 有没有量 连续哦 连续有量哦 有没有看到连续有量 可是呢 过去的量呢 是在100万张 所以目前的上档呢 还是有套一套卖押 那为什么26族群有 2603长荣 2609阳明 2615万海 我偏偏要 2618的长荣航 跟2610滑航 当然很简单 26族群呢 把资金吸引过来 当资金吸引过来的时候呢 大家目光的焦点都在26 了解吗 都在26的时候呢 当然呢 这个资金呢 会在26来来回回扩散 就像呢 去年 去年呢 不单单涨长荣 阳明万海 不单单呢 赚了十倍 甚至呢 你有沒有看到 我们2613的中贵 2607的荣誉 10天 赚十只掌平板 100万赚 100万 这都是我们的成绩 我们做过的 了解吗 这就是一个26族群呢 资金先进来 对不对 不管进来长荣华航 或者是阳明 或者是万海 或者是中贵 或者是荣誉 终究呢 会发动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的风拥浪 那一样的道理 目前呢 主帅呢 就在2618的长荣行 那为什么中总这样讲 其实答案呢 就在这里 你要记得 台湾股市呢 股票啦 永远是长未来 什么都长未来 长荣 长荣海运 长荣海运在十块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你看他呢 开始呢 慢慢好转 可是呢 那个时候可能 一个月才赚五角 一个月还赚不到一块 接下一个月赚一块 一个月赚两块 一个月赚三块 了解吗 他不断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那个成长性呢 很吓人 吓人会怎样 十块的长荣海运 涨到了三十块 回到十五块 再涨到五十块 回到三十块 再涨到一百块 震荡一下 再涨到两百三十三 吓死你了 对不对 涨了二十三倍 涨了二十三倍 怎么意思 一百万 直接变 两千三百万 所以呢 买房子容易不容易 很容易 你去年呢 一百万买长荣海运的 就赚到两千三百万 应该是可以买房子的 了解吗 一百万买房子 就是要这样做 那相对的 长荣为什么呢 我们今年不看好 答案呢 就在我刚才讲过那句话 台湾股市啊 它很严苛 它呢 都是看未来的 你未来好 我现在买你才有价值 你未来还是好 可是呢 没有很经验的好 我们呢 就会想很多 什么叫做没有很经验的好 答案简单吧 过去的长荣 是不是 EPS 从一块 赚到了三四十块 杨明也是如此 对不对 好 那今年呢 今年呢 今年EPS呢 能不能从四十块 赚到八十块 如果不行的话 那相对的 今年赚四十块 明年赚四十块 后年赚四十块 永远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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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不会买单 为什么市场不会买单 很普通啊 很普通什么意思 你过去就成绩那么好了 对不对 你每一次都考第一名 这次又考第一名 下次又考第一名 那第一名大家都习惯了 你就是第一名 可是重点 你没有再上一层楼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长荣不是没有让你赚过 不是没有涨过 十块 涨到两百三三了嘛 已经反映了 反映什么 反映他EPS 三四十块的能耐 从多 从赚一块 变赚三四十块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呢 他今年还是赚三四十块 明年还是赚三四十块 那股价呢 就很难再越过高点 因为呢 不稀奇了 大家呢 没有经验的感觉 可是呢 为什么呢 航空股呢 现在呢 资金进来 大家都有兴趣 答案就很简单 今年赚一块 明年赚三块 后年赚五块 大后年 看会挑战十块 了解吗 是一种成长 让人家惊艳的感觉 了解吗 而且呢 不单单呢 长荣 航 华航 是如此 更重要是什么 我们呢 在全世界 你知道吗 全世界都有航空公司 很竞争 很激烈 那相对的 航空公司呢 能够赚钱的 应该只有台湾这两家 那为什么只有台湾这两家 因为答案简单 台湾这两家呢 有所谓的一个弹性策略 你看到 当呢 没有人 也就是呢 过去是客机 没有人坐的时候 因为新冠肺炎 没有人坐飞机 可是重点来 货运呢 竟然源源不绝 这时候呢 长荣 跟华航 长荣航跟华航 人家的变通性 就有台湾的灵活性 为什么 把座位全部打掉 全部换成货舱 全部载我们的晶片 载我们的半导体 飞到全世界 去卖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契机 答案也很简单 海运在塞 晶片缺货 当晶片缺货 海运在塞的时候 相对的 要不要用时效性 去拿到这个晶片 贵一点没有关系 晶片都在涨价 对不对 用空运 所以你看到没有 全世界呢 有所谓 有货 有晶片 有半导体 可以运的 就只有台湾的 长荣航跟华航 其他地方没有生产吧 对不对 其他地方没有生产晶片 只有我们有吧 所以我们的长荣航 跟华航 就在着晶片 就赚钱了 EPS呢 就开始赚了 那你想想看 当呢 所谓的新冠肺炎 告一段落以后 人会不会回来 商机会不会回来 当人跟商机都回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飞机了啦 因为呢 过去呢 所谓的航空公司呢 裁员的裁员 对不对 把呢 飞机封到沙漠的 封到沙漠 要解封呢 还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呢 都迎接 未来的商机 都准备好了 所以呢 答案就在 我们准备好了 那相对的 股价呢 也不会寂寞 了解吗 股价呢 就稳稳荡荡的 一路一路的慢慢墊高 一路一路的慢慢墊高 那有没有比大盘强 我说呢 主流股一定要比大盘强 什么叫比大盘强 大盘呢 开高走低慢慢回落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2618的长龙号 对不对 一路一路的往上做挺进 这就是一个主流股的态势 也就是呢 目前呢 锁定好股票 锁定好主流 可是重点来了 指数呢 一定要站在万八之上 而呢 相对的 你要记得一个 所谓的重点 也就是呢 目前啊 这是我们 昨天到今天的绩效 利用呢 台湾股市的波动 昨天最后一盘是不是下杀台积电 对不对 直接杀七块 杀台积电杀七块呢 是不是指数又杀了130点 当指数杀130点的时候 我们昨天呢 1点36分 请会员呢 买进 18000点的call 2月2w 也就是今天要结算的标定 我们最低买到23 23点 那这个23点为什么我们敢买 敢买得到 答案简单吗 大盘呢 我们断定是多头 而且呢 带领的是2618的长龙行 的确有道理 而且呢 所有26的族群呢 全部代价代量 所以呢 这个多头是真的 这个多头是真的 拉回 拉回 就要敢买 了解吗 不要去怕 因为我刚才讲过嘛 外资很奸诈 外资在布局多单 也要布局低的多单 怎么样低的多单 杀下来 外资才会咬 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很清楚 外资密码表的没有用 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呢 买进最低买到23以后呢 昨天晚上哦 叶盘哦 是不是拉到42 还往下洗 最低还洗到25.5 洗不掉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呢 今天一定会再过高表现 了解吗 今天一定会再过高表现 而且外资密码表呢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18100点 有机会突破 有机会突破的话 18100 减18000 也就是我们的标的 是不是有100点的价差 有没有到95点 是不是很神奇 这就是外资密码表的妙用 也就是呢 跟外资做好朋友 利用外资想要赚钱 我们做一样的方向 相同的方向 赚三倍 什么意思 10万块买进 一天赚30万 30万 我要邀请你的就是 我们买好股票 我们还做指数的波动 了解吗 而这指数的波动呢 相对的 我都告诉你 我们怎么做的原因 有没有 1825 1月14号就跟你讲关键价 当跌破的时候呢 我们天天买Foot 有没有 先赚2.4倍 再赚63% 还赚11倍 11倍什么意思 10万块一天就赚110万 11倍 了解吗 那呢 利用呢 大盘今天哦 已经告诉你关键价了 关键价 只要这个关键价站稳 那相对的 未来呢 按照外资密码表 一路稳健的做多上去 了解吗 稳稳荡荡的是这样 好好的利用我们的QR Code QR Code呢 就是周董呢 带Telegram的妙用 也就是呢 在这个群组里面 我会告诉你我最新的看法 在这个群组里面 你可以跟我同步 所以呢 不管是扫QR Code或者搜寻 好好的加入我们团队 最重要的 如果呢 你的软体不太会用 直接打电话最快 022321 9933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节气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一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